五摄村哥笑杀猪 骑牛挑鸭走成群 三奔酒吧归家去留的猪头暗散人 猪头买回来以后啊 用火枪把别面的猪毛 给他了干净了 一定一定要了干净了啊 这你要了不干净 吃到嘴里面个嘴 想尽一些办法把猪脸给他洗干净 再用砍刀给他一披两半看到没有 就这个熊样 然后凉水给他下锅 一定一定要凉水下锅啊 你要是热水的话 毒 汤解了 血水出不来 经过水的慢慢加热 这雪木子不就给逼出来了吗 用勺子给它打掉 再给它煮上个5678费中 煮好以后再把表面的浮沫给它冲洗干净 要想卤出来的猪头颜色漂亮 必须得炒糖色 炒糖色也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啊 看到没有 白糖开始犯木子了 成为早红色的时候 赶紧往里添水 水添入以后 给他煮上个一两费中 让它糖水结合 然后就可以关火了 这糖色不就炒好了吗 给它撑出来 然后锅洗干净添油 下入大号葱姜 给它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往里面加入生抽酱油 再加入老抽酱油 桃油往里面摄上两杆子 中小火 给它炒出酱油的香味 然后往里面添水 水要添宽一点啊 基本上没过猪头就行 煮爱多一点调皮啊 给它腌不住 煮不上 所以用刀给它嘎下来 加入两勺刚才咱们炒好的糖色 再加入盐鸡精 味精 味精不得放不放 盐要比平常多一点啊 由于这是卤肉呢 盐要大一点 但也不能太多 太多嘎 咸了 可家里面啊 图方便的啊 来两个五香卤料包 这样就不需要放什么桂皮箱下 八角肉口丁香了 最后再来一勺的料酒 料酒往里一放 这小香味 等着家伙下去了 开锅以后 小伙伴对 这一锅卤汤光卤一个猪头 感觉有点可惜 又买了几个大猪蹄子啊 一起给它煮 这个猪蹄子是我提前给它撩过毛的 给它穿过水的 给它煮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朝猪脸上枯子一桶 哎 就是一个洞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以后浸泡五个小时 然后给它捞出来 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 他妈妈的拿着 哇 满满满